前往球球后小威延斯敲响纽约证交所的收盘终身 只是这一天的股市动荡 全英卫联准会主席鲍尔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的八分钟演说 鲍尔暗示9月升息三马是有必要性的 设番谈话足以让美股大跳水 周五道琼收盘狂泻超过1000点 创下5月以来最惨的单日表现 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暴跌3.94% 标普500指数下跌3.37% 创下两个月以来最大跌幅 其实有关各国经济决策成员常会分鹰派和鸽派 鹰派在经济上通常重视通膨 所以往往偏向采取紧缩货币政策 至于鸽派则是较关注经济成长 通常倾向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鸽派的发言来看 他完全就是释出鹰派讯息 只不过鸽派展现决心 要用升息力抗通膨 也让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将近7点 创下5个月来新高 尽管面对升息压力 但美国消费者对通膨似乎更乐观 T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